17號下午5點20番 美國國務院次親科拉克率團來台灣 不過這一次他搭乘的不是美國行政專機 而是彎流G550機型就降落在松脂部 美國國務院第三把交椅 次親科拉克三天旋風訪台 搭乘商務包機 美國政府的高層官員 他要執行比較敏感的任務 那他們就可能會搭乘專機 因為這種商務專機 其實就符合他的規格 科拉克乘坐的這架彎流G550 沒有國旗對比上個月 美國衛生部長阿扎爾來台 搭的行政專機機身塗裝有美國國旗 專家分析背後有含義 刻意降低一些敏感度 例如說可能這個不敬總統 科拉克搭上彎流G550 從美國華府飛到安克拉治 最後直飛台灣降落松山機場 彎流G550機型 最遠飛行距離可以到12501公里 最高時速和飛行速度 每小時都能破900公里 造價約台幣17到19億 豪華內裝也跟著曝光 白色系座椅 沙發搭配質感的咖啡色 八人座位加上四個生活區域 從機組員休息區 私人包廂到會議區 娛樂空間 無論是舒適度還是美觀都兼具 同時有無線網路 衛星通信 是十足的遠程公務機 駕駛艦也非常的先進 它有很多比較現代化的儀表 跟駐導航的設施 科拉克沒有搭有新條旗的專機 選擇烏鍋旗塗裝的商務機 避免觸動陸方敏感神經 記者新聞想問文宣 台北報導